牛肉 我剛才已經先把它抓一點點的味道 我們加了一些醬油 胡椒粉跟雞蛋 那你看我這樣攪拌的時候 其實牛肉要要嫩 是要打水 為什麼 你看喔 為什麼 因為它有組織 我這樣幫它按摩 等一下水就不見了 真的嗎 所以它會吸水 是會吸進去嗎 它肉吸了水以後 它在烹調的時候 它就不會乾柴 每一批的牛肉 它加了水的量不一樣 所以像我們這樣子 把它攪拌均勻後 我覺得還可以再加一瓢 因為它打起來有點... 對 會打不動這樣 然後你看你這樣把它攪拌 慢慢慢慢的 最後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再加一點點太白粉 是增添它一個環境 是不是 太白粉 對啊 可是沒有這個選項 跟水鎖起來 它的功用是在這裡 鎖嘴 這就智了它會厲害 如果加太白粉 大家就不用選了 對不對 厲害了 太白粉 然後我們現在鍋中 我們現在這個是 我們現在丟席的這個 芒果 你是艾文芒果 不是土芒果那種 不是 土芒果 土芒果比較不適合做這道料理 然後我們先把我們的牛肉下來 先下牛肉 先下牛肉 對 淋一點點沙油 為什麼油要先下你知道嗎 這樣子我們的牛肉 比較容易剝得開 有沒有 土芒果輕輕的一剝 牛肉就剝得開了 好香喔 顏色好漂亮喔 好 那牛肉你看它表面 都煎到上色了 四個麵都讓它煎上色 比較均勻 嫩嫩喔 然後牛肉不要炒太熟 這時候我們的辛香料 蒜頭 蔥段 洋蔥 彩椒 都是屬於比較快熟的這個食材 它的配料 這時候給它下鍋 拌炒 顏色好漂亮喔 這是一個熱炒的一個料理 所以我們稍微這樣子把它反鍋一下 這熟氣 過了過了 厲害 厲害 我們芒果最後再加 因為芒果本身就是熟的 熟的 你最後再讓它 把它的酸味把它揮發出來 跟牛肉整個味道把它 密合在一起就好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 嗆一點點的米酒 米酒真的需要 調味我們就是蠔油一大匙 增添它一個鮮甜味就好了 還要加蠔油 回去要回去 然後少許的鹽巴 鹽巴 對 少許的糖 再那個鹽巴 好 快速把它攪拌均勻 真的 它很加一點點 好香喔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牛柳就上色了 有沒有 也不能炒太老 對 不能炒太老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芒果下鍋 最後下芒果 對 把它切成條狀 然後輕輕地去撥動它 好 這樣我們的香蟒牛柳就完成了 好香喔 上菜囉 上菜 非常漂亮 太厲害 好香喔